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伦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甜甜 欸,甜甜,你对考古物有没有兴趣啊? 有啊有啊,我非常喜欢去研究埃及古物耶 那维伦你呢? 嗯,其实我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古物都很有兴趣 也有一点点的研究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国家的考古物啊? 嗯,我对西方那边的考古物比较喜欢耶 尤其是对古罗马还有古希腊这方面的 那你最近有没有新的发现? 说到这个,我最近发现一则新闻 它是一个很感人的考古物 这个考古物啊要回溯到2800年前 考古学家推断啊 这对情侣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大火 躲进古仓里面 但由于当时惨遭军事喜结 一场大火将这里移为平地 根据考古团队的宾大教授说 他们在一个古仓里面发现一个泥砖箱 打开之后竟然发现里面有两具遗骸 一男一女相吻着彼此 留下这永恒的一刻 考古团队也表示 他们曾经发现很多女性拥抱孩子 但从没有发现过一对夫妻 而且是相拥的夫妻 有可能男人先使 女人为了陪伴而就此牺牲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躲避 Avoid 躲避 Avoid Both least extremis are to be avoided 这两种极端都是要被避免的 Both least extremis are to be avoided 第二个单字 永恒 Enternity 永恒 Enternity But for those who love Tie is eternity 但对于爱着的人而言 时间是永恒的 But for those who love Tie is eternity 第三个单字 牺牲 Sacrifice 牺牲 Sacrifice She sacrificed her career to marry him 她为了嫁给她 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She sacrificed her career to marry him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